耳机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就不送了呢 今天话题 手机厂商为什么都不标配耳机了 这三大原因你了解一下 第一个 为了节约手机的成本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为了省钱 现在很多手机厂商为了保证自己手机的质量和硬件配置 同时还要保证价格不会过高 就只有将一些不是很影响用户体验的赠送东西取消了 充电器自然是不能取消的 所以耳机自然就是首选了 可别小看耳机的成本 对于出货量大的品牌来说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 第二个 用户可能需要更高级别的耳机 一般赠送的耳机质量都不会太好 很多人可能都不会选择使用手机厂商赠送的耳机 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厂商干脆取消了耳机的赠送 这么做不仅可以节省成本 还能保证自己一直都有好的口碑 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 手机厂商怎么能不做呢 第三个 提高手机厂商配件的销量 这个也太真实了吧 现在很多的手机厂商 下面都有很多的耳机出售 很多人都会选择使用同一品牌的配件 而取消耳机赠送 正好提升了私家配件的销量 谢谢大家